伦敦大学是一个大系统 它下面有好多好多的学校 那么LSE呢 就是伦敦政经学院 是伦敦大学系统下面的一个学校 好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为什么独立观察林环强会认为 UOL就是伦敦大学 伦敦大学的声明 为什么会否认它下面的 伦敦政经学院的旧声明呢 你看他认为这些声明就是 遮羞部 为什么 我们看到伦敦政经学院 LSE 其实在2019年10月8号 这个东西我们过去讲过 所以我就不再把原件找给大家看了 在2019年的时候 LSE的官网贴出来 贴出来告诉大家说什么 说伦敦大学总图书馆 还有辖下的高等法院的研究院的图书馆 两个图书馆 都有收到蔡英文的所谓的博士论文 这是当时伦敦政经学院讲的 然后你看到两年半后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伦敦大学也贴出了新的声明 说第一个 蔡英文是真博士 没有错 但他却说 蔡英文的论文是否有交到 这个校方的图书馆 伦敦大学说 不清楚 不清楚 那不是很奇怪吗 第一个 伦敦大学也好 伦敦政经学院也好 真的是英国非常好的学校 第二个蔡英文也不是一般人 蔡英文是台湾的总统 另外呢 经过这一番的周折 什么补申请证书 什么再去补送论文 等等 到现在为止还搞不清楚 所以杨明 我觉得说实在的 蔡英文不敢怎样 是我们台湾的总统 闹出这个事情 我们也觉得很丢脸 所以最好是 还给他清白 他真的就是 你把这个证据拿出来 对不对 大家就已经不用再讨论这个题目 所以讨论那么久 我们也觉得 也觉得有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些 其他的朋友讲 那你怎么看 为什么老师都不拢 到底说伦敦大学这个事情 你既然要帮蔡英文澄清 斩钉截铁 第一个他真博士 没有错 第二个呢 这些东西我们都查清楚 他去跟伦敦政经学院查下 有或没有这么难吗 他看不到伦敦政经学院的一些声明吗 双方没有都好吗 我觉得啦 第一个是因为 他这个是1984年的案子 我相信 如果今天任何一个学校 能够留下 所有的交接档案都有的话 这个学校还蛮不容易的 尤其是你知道那个从这个所谓的文件 转移到所谓的数位的这个 这个整个过程 你现在甚至 你知道我有在大学里面工作过 我在台湾的 以前我在中央大学工作 我们连上一任交接给我的文件 都会有遗失了 所以在这么多的历历任 30年前你要往前去推 这么久的事情 我认为现在伦敦大学 或伦敦政经学院 会让人家抓到说 这个好像有一些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 很多的文件根本他们也没有 你这样讲我能够理解 因为这个太久以前有 不就把它说太久 但是LAC的声明 也不过是两年半 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从可以笃定的 就是2019年蔡英文 才把论文交到这个图书馆去 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 那到底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去质疑说 30年前蔡英文就没有论文 这是一个假设嘛 那还是他有交 可是中间遗失 那这是另外一个假设嘛 对不对 这都有可能发生的 那现在彭老师他们是质疑说 当时其实就没有交嘛 其实当时就有问题了嘛 那我其实我没有办法去分辨说 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假的 因为我们要看证据 好 那其实我本来以为说 这礼拜彭老师他们开这个 所谓的贺老师 他们开这个国际记者会 应该是要有一个大的证据 那后来看到他是希望可能下一步是要往这个司法动作去走啦 那就表示说这个还会往下走下去啦 那我就想说 那这个案子其实打了那么久 其实唯一 我唯一 我其实真的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评论 但是唯一我觉得最诡异的一件事情 2020年的12月12号 蔡总统开记者会接受所谓现场记者提问 那是他最后一次面对所有媒体愿意自由提问的最后一次 2021年去年一整年没有这样的机会 到现在都还没有 都他只给所谓安排过的 或是他自己安排的媒体来做专访 他没有再给所谓的公开受访 那这个才是我觉得 如果今天比如说像现在这一年多 已经超过一年了 这一年多如果我们 比如彭老师也好贺老师 提出任何相关的质疑 如果今天他觉得不对 你出来你就讲清楚嘛 拿出来你看你就说 这一本就是我当初的那个 你拿出来就没事啦 那为什么需要让这样的一个 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个东西 这个议题根本不该成为议题 你请你的总统府发言人说 真的假不了的时候 那就很简单嘛 你就拿出说 我当时比如说有谁 是可以看到我 可以证明我 这个论文有交过去的 好就结案了 不是吧 可是可是为什么要赌呢 这就是我们想问的嘛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之前韩濱有一个论述很好 就这个蔡英文是台大法律师毕业吗 有没有人质疑他台大法律师毕业的资格 不会 没有嘛 因为大学毕业你没有 就是斩钉截铁嘛 就是板上钉钉 这就是十足十的事情嘛 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在英国会发生这个事情 特别是这个几率会不会太小啊 证书也是补发的 论文也是补送的 你证书掉了也就罢了 那论文在嘛 那难免有些迷糊啊 这些都可以理解 而且以前那个年代 交通也不是很方便 要不然就是怎样啊 要不然就是这个证书在 那论文呢当时就有 这样也可以 两个总要有一个吧 就两个都没有 然后论文呢还是 这个证书呢还是补发两次 在你你不要讲 我们是没有念过博士啦 光你用一般就跑新闻记者的敏锐度来看 你觉得如何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他跟安倍的过程啦 那其实你知道我直接联想到 我过年我看了一部安倍的 就是说从安倍的真实事件去拍成的这个 这个一个影集哦 叫新闻记者 那他的过程其实就是讲说 安倍的太太 他那个有一个叫做学员门 那个日本叫学员门哦 他是讲说安倍的太太 卷入一起所谓的这个土地 卖给这个 这个深有学员财团法人的这个弊案 那因为报媒体2016年 把这个东西揭发出来 因为他是一个国有 日本的国有土地 他没有经过公告价格 直接卖给这个财团 然后被认为说是一个一起弊案 好 而且他的价格呢 比市价低了 远低了 大概不到将近只有十分之一左右价格 所以他成为一个弊案之后 重点在于说 他媒体揭露之后过了一年 安倍说如果2017年 他说如果我跟我太太 卷入这个案子 我愿意下台负责 好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后面发生了就是 有公务员自杀 在日本他们这个公务员自杀 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交办篡改文件 把所有跟安倍的太太 这些官员有关的文字 通通从财务 所谓他们财务省的这个文件 通通删除 好 那我讲这个事情 是要讲说 安倍跟蔡英文 都曾经被这个 所谓多年的这个 到底是真的假的 然后怎么样 都有人去追 好 可是呢 安倍是平安下庄 安倍的这个案子 在最后日本的司法 是把他们所有官员 全部不起诉 最后只追究到 那个学员财团的负责人 把他们逮捕了 然后呢 这个学员破产收尾 所以当老实说 当今天 其实我们自己在媒体 我们知道 当今天这些资讯 是由国家掌控的时候 所以刚刚秀芳讲了 一个很重要的 为什么教育部的人事资料 要封存30年这件事情 这个才是关键 对 我就想问你 你跑新闻跑了那么久 光是封存30年这件事情 透露出什么讯息 就表示这个东西 不能公开嘛 是不是 对 就是不能公开嘛 可是呢 谁有权利让他公开 对啊 坦白讲 就是我接着这个杨敏讲的话 就是我自己也是 现在在研究所担任教授 我也有这个教育部的人事资料 那为什么不把我的人事资料 也顺便封存30年 列为国家机密 这就是所有担任过教授的人 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的 就是你申请成为一个教授 助理教授 一个教职 到底是一件多丢脸的事情 这有什么是见不得人的 经常在我们申请的过程当中 各个媒体都在 也不是各个媒体 现在大家的媒体都不谈了 也只有我们啊 请求会谈 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教育部长也就沉默 都不出来讲话 他完全不做说明啊 对不对 那当初帮这个蔡英文背书的 那位前政大法律系的 这个系主任嘛 他也不出来讲 对不对 他在卸任之后 还能够面试蔡英文 这件事情也是很古怪 但是要讲也很容易嘛 也不过就是个时间点 你可以告诉我们说 当时系主任叫你来面试 学校授权你来面试 你总是给个说法嘛 对不对 但是就是一直沉默到现在 大家之所以会 对这个人事资料 这么有兴趣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在申请教职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出示非常多的文件跟证明 去证明我们是qualified 我们有这个能力的 我们的学历是符合的 所以这份人事资料 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也经过很多单位的审核 像我今天申请一个教职 不是说我申请我就一定可以拿到 甚至学校还要找外聘的一些相关的委员来审核说 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成为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授 那么因此这份人事资料 他之所以不敢公开 我相信一定是经不起考验嘛 这中间一定有太多的问题 一旦摊在阳光底下 大家就会发现说 哎呦像贺德凡老师 他可能担任教授的时候比蔡英文早多了 他可能会想说我当年这么辛苦的才得到一个教职 你莫名其妙的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入政大教书了 所以今天大家之所以质疑的原因是在这里 而且我补充一个点 就是刚才国图的那个表现也很奇怪 我觉得国图根本就是欲盖弥彰 画舌天竹 国图什么时候去收藏国外的论文 他说是因为蔡英文总统捐赠 我明天也捐赠一本给国图啊 你不会把我的也放进去 你不能够因为说蔡英文是总统 他的论文就有学术价值了 你今天不是我就没有学术价值了吗 应该要放国使馆啊 国使馆啊 国图收这到底为什么 那过两天我跟赖老师 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论文 捐一本到国图啊 从此以后在国图也可以查到 我们的论文了 是这样子的吗 照这种逻辑 全台湾有多少在国外念书的 达纳博士人 大家都把论文捐到国图去好了 那这完全是不符合国图 或者是论文收藏的一个基本的 这个SOP 所以我觉得国图的做法也是太奇妙了 好 大家知道这个蔡英文 她可以说是这个天之娇女嘛 从小家境很好 那各方面也算是顺风顺水 但是在这个论文门的这件事情 他这个念书在台大表情也很好啊 但是到了这个英国 我们看到在LSE 后来呢 这个博士到底是怎么拿到的 这个论文呢 到底怎么来的 以及总统府拿出来 那个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东西 跟后来呢 送到这个 还有跟后来那个政大有没有 人事档案里面交给政大那个东西 是不是一样 还是说那根本是两份 因为他光是这个博士题目 就有好几个嘛 那总统府的说法是用的是第二章节 这个东西也不符合常理啊 还有这个 这个杨明也是跑新闻跑那么久 那个杨明虽然是非常非常的持平 告诉大家 没有错 就跟我们辣碗报一样 我们不去做任何的结论 但是把一些古怪丢出来 帮蔡总统想想理由好不好 有什么样的理由 在这个事情上 他这么的隐晦 有些事情很简单 就告诉大家 比方说我们看到 这个林环强这个老师呢 就自己飞飞到了LSE去看嘛 他就找到了这个1984年 当年我们看到所有这个拿到博士人 他们的这个些论文 很重要里面第一页就是要有版权声明 那另外呢要有这个论文的等级 要有年份 要有作者的姓名等等 但是呢他同样看到蔡英文后来补送了这个都没有 就是都没有 为什么人家通通都有 你在同那一年你就都没有 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其实要解释 如果说真的是政大光明没有问题的话 讲出来是很简单 我马上要进去东奥这一题 因为我觉得这一题非常的正能量 今天星期五 我希望散发一些正能量给大家 但是既然赖老师来了 赖老师也是欧洲的博士 他在法国拿到博士 也是回政大教书 所以最后呢 我想再请这个赖老师稍微做一下结论 我们刚刚前情提要跟赖老师讲了一下 我们前几天呢 特别带这个网友们 上了伦敦大学的官网 去看一下伦敦大学 把那篇帮蔡英文背书的那篇声明放在哪里 结果果然呢 放在一个咔咔咔咔的咔咔里面 非常古怪的位置 我们带网友亲自去上的网站 那今天呢 我们又带网友去上LSE的网站 告诉大家呢 其实很容易 如果你真的对蔡英文的论文有兴趣 因为又很好 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 你很容易把它download下来 非常容易 所以这个部分并不困难 那在国土也一样 国土也开放大家download 所以不管是英国的网站 台湾的网站 通通都可以 我们把这些资讯 把这些路径通通告诉大家 那赖老师你来看 论文门事件发展到现在 你觉得这个伦敦大学的这篇声明 能够改变什么吗 我觉得有点很奇怪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总统府 对于这个问题冷处理很久了 是的 不管这个博文正他们讲什么 都是不予回应 但是最近突然开始回应 虽然这个回应也是简单几句话 但是我觉得从不回应到突然回应 本身也是个讯号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直等到伦敦大学 愿意帮他背书 他才出来讲话 这一套的套餐 对 因为之前伦敦大学一直 不肯帮他背书 也就是说伦敦大学 他一直不肯说 他到底有没有毕业 有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证书 然后有没有论文 他之前都 伦敦大学一直不肯说 而且伦敦大学是丢给 这个正经学院 正经学院有时又丢回给 这个伦敦大学 所以就形成一个罗生门 这样的情形就已经引起了 国际的关注了 国际的关注 我觉得蔡英文的博士的学位 的问题已经跟伦敦大学 绑在一起了 然后伦敦大学也面对 国际的压力了 因为今天伦敦大学 会做这个事 就是代表他已经在回应 国际间的疑问了 那大家也想问 伦敦大学为什么要跟蔡英文 绑在一起 我觉得因为之前 有太多的地方 让大家废解 第一个地方 为什么蔡英文要冷处理 是因为他之前 已经多次的讲到 他论文的事情 他是在选举的期间里面讲的 可是他嘴巴讲的被媒体记者 被新闻所录下来 他已经成为一个当庭的 我们讲的那个政共了 因为那些东西改不了了 那些东西改不了 可是之后 蔡英文的论文的问题 跟他所讲的事实 已经出现了一些 不一致的现象了 例如说他讲到他的老师 到底有没有过身 有没有去世 已经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讲到这个口试委员 还有讲到他的论文的题目 说是1.5个博士学位等等 这个东西都开始产生 跟事实不一致的情况的时候 对蔡英文来讲 已经面对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了 因为当初他在选举的时候 为了要炫耀他自己 很棒棒 很棒棒棒棒棒 棒得不得了的棒 然后呢 讲了很多话以后 然后到最后 被大家在质疑的过程中 产生的不一致 所以我觉得 蔡英文他面对很大的一个困扰 第二个就是 伦敦大学跟伦敦大学的政经学院 对于他有没有论文这个事情 也产生了困扰了 因为他们也不一致 也就是说他们之前 伦敦大学讲的跟事实 呈现出来的也不一致 政经学院跟事实讲的也不一致 都出现了这么大困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已经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了 中天在这个地方 其实伦敦大学难道不 也就是间接的回应我们的关注吗 那也就是说 今天因为中天追了很久嘛 彭文正教授也追了很久 但是彭文正教授 个人网站的力量还是小 中天的集团的力量还是大 那我觉得伦敦大学 现在要做这个回应 等于是他不得不回应了 可是他的回应 可能会面对一个麻烦的问题 也就是如果彭文正教授 他们在英国提出司法诉讼 跟伦敦大学打这个官司 要伦敦大学提出可靠可信的证明 来证明他所认为 这个蔡英文有博士学位的 这个问题 如果进入司法的诉讼的时候 那伦敦大学就有责任 要拿出更多的证据 来证明他有博士学位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会一翻两瞪远了 因为这个也包括了 他的指导教授是谁 然后他的论文题目是什么 然后他的口事委员是谁 然后经过什么时候打分 然后他的分数几分 然后最后他授权 那个给他的证书的 那一任的校长跟院长是谁 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彭文正教授他们的团体 在英国开始提出司法诉讼 我倒觉得这个对于 蔡英文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经过一个司法诉讼 伦敦大学也拿出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他确实有写论文 而且他论文确实通过了 然后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证明他是合格的 伦敦大学毕业的博士生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蔡英文是好事情 但是重点就在于 当彭文正教授他们在 英国提出诉讼的时候 英国的司法在这个部分里面 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司法跟政治 如果能够分家 分得很清楚 这个伦敦大学也开始面对一个 更大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的背书 如果不是事实 这个伦敦大学就麻烦了 他在国际间的信誉绝对破产 保证 过去已经有很多不良记录了 这个昨天我们有特别讲过 是 这样子伦敦大学在国际间 因为他是经过英国的法院 自己在开始审定 那如果法院审定出来的 伦敦大学本身有 他的举证或是他的说法 跟事实不合的时候 伦敦大学很麻烦 更何况这个如果也 蔡英文没有博士学位 那蔡英文也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已经进入一个最重要的 攻坚战了 就是司法战 司法战很重要 要不就是还给蔡英文一个清白 那要不就是证明他本身并不清白 对好 当然这个真相只有一个 真的或是假的 就这么简单 大家这个静观其变 我们还会把更多的这个讯息 提供给大家 好